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就是給他家裡有給他拿拿水就可以了 這個也別笑話我 你誰來都一樣 他有的時候可能只是想在節奏上面做出一個調整 他並不是說尋求外界的一個幫助 我覺得在那個場合沒有不好意思 他也知道我們都是為了大家這個團體能夠贏下 我很少主動幫他叫暂停 可能我有這個意識是不是該叫暂停的時候 可能在他腦海裡邊已經出現過很多種這種感覺了 就是到底要不要叫暂停 所以基本上還肯定以他為主 像他現在這個成績這個能力 沒有幾個人說可以去指導他 我覺得就當然在我們這個範圍內 所以說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就是給他家裡有給他拿拿水就可以了 陪伴 陪伴更重要現在 這個也別笑話我 你誰來都一樣 你們看一看延安怎麼給他指導 他延安只能遞水 他一句話不會說的 延安肯定一句話都沒有 你看這邊平平說 能不能給那邊一個鏡頭 延安肯定拿了水 馬龍原地轉悠 你看他能說什麼 沒法說 他別說我們倆在一個隊的時候 他不也老老實在旁邊站著嗎 對吧 就是其實真的有一些問題 你一兩句話也能跟他溝通完也明白 而且從我對他的了解 出現了這些問題他自己都清楚 所以就沒有必要過多的這個時候再去 所謂的外界的再去給他一些干擾 他有的時候可能只是想在節奏上面做出一個調整 他並不是說尋求外界的一個幫助 他只是想在節奏上做出一個調整 我覺得在那個場合沒有不好意思 就因為就算你說了 他就算他一想他知道這個問題 你說了他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也知道我們都是為了大家這個團體能夠贏下這場比賽 所以大家以為大家出發點都是好的嘛